我重生在了丧尸爆发前两小时 这一次我提前选好场所 囤积物质 是要在墨尸苟住 很快 丧尸病毒果然爆发了 就在我暗自得意时 我却发现 我选的这个地方 居然是病毒的原始发源地 干 这还怎么玩 正文开始 楚威威 第一 我惊醒的时候 浑身都是冷汗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我大口呼吸着氧气 却还清晰地记得 丧尸们吞噬掉我的感觉 那种被撕裂的痛苦 使我绝望到无法惨叫 最后几秒钟 我脑子的李 闪过许墨死前 躺在病床上的画面 他的右裤腿空空荡荡 全身插满管子 却还努力笑着对着我伸出手 他手心里放了一块 不知道融化 又重新凝固了几次的巧克力 可这块巧克力 在漠视宝贵程度超过金子 他是许墨用一管管的血换回来的 生日快乐 威威 抱歉我可能要死了 他说 当时我的眼泪疯狂地涌出来 过去那么健康坚韧的他 被实验室弄得生不如死 这一切都是从那一天开始 而在许墨死后的当天 他的学姐董欣告诉我 实验室只养活有用的人 这样才能高效地治愈丧尸爆发的世界 然后我被实验室的人拧出安全楼 送给了丧尸 我和许墨也算不能同生 但却同死了 等等 对了 我不是 已经死了吗 我茫然地摸了摸我的脸 还有一点肉感 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白皙健康 我果断熬的一声蹦起来 冲到镜子前 我呆住了 因为我发现 站在镜子的人是一年前的我 是还没有被饿的枯瘦如柴 全身透着健康的气息的楚薇薇 我 重生了 可现在是哪一天 恰巧此时门口传来不紧不慢的敲门声 那是一道如同刻进我脑子里一般熟悉的男生 薇薇 你开门 我爸和你妈都上飞机了 过几个小时就到海边了 他们让我带你一起去机场 我听见了许墨的声音 一秒就明白了现在的情况 原来我重生回到了那一天 那时候我和许墨是一对 还没正式拜访过彼此父母 但他爸已经偶然迷恋上我妈的狗血情侣 但这些关系 在末日之下早就不重要了 而且我妈根本就是 拿他爸当备胎这些事就是后话了 重要的是 这一天城市就会丧失大爆发 许墨为了保护我会失去一条腿 然后进入实验室荡小白鼠 我们俩从此任人欺负 我疯跑过去打开门 看见门外双腿健全 风神俊朗的许墨 眼睛一瞬间泛红 忍不住捧住他的脸 直接吻了上去 许墨哪能料到 前一秒声闷气不开门的我 后一秒就突然热情如斯 渐渐的许墨也情不自禁地开始回吻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 许墨克制地稳住呼吸 微微 你怎么了 我就是发现我特别爱你 我喘云一口气 直率地回答 听我这么说 原本亲亲都没脸红的许墨 一瞬间脸爆红 却还是强装镇定 微微 你不能这样 我爸准备跟你妈求婚了 我快要成为你哥哥了 你做我哥哥 再过一天 你就会发现 全人类都是丧尸的弟弟 你还想做哥哥 不如做梦来得快乐 我随口回答了一些垃圾话 虽然很想跟许墨你浓我浓 但眼下准备抵御丧尸 疯狂囤物资 才是最关键的事情 我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苟住 带着许墨一起活下去 低调无声地活下去 许墨 你能跟我玩一个游戏吗 我望着他 突然发问 许墨微微皱眉 现在玩游戏 再过一会 我飙车也赶不上飞机了 上一世 许墨和我就是在车上遭遇了丧尸的袭击 许墨的右腿也是在零售报废 重生一次 我不可能重蹈覆辙 许墨 我求求你了 我几乎快哭出来 我必须救许墨 也必须得到他的帮助 许墨虽然感觉奇怪 最终还是对我心软了 点点头 这个游戏就是假设我说的全是真的 你要按照我说的逻辑形式 不能质疑 游戏时间只有两小时 行吗 我激动地拉住许墨的手 把想好的说词说完 许墨似乎想看看 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但又没有多说 仍旧点头 你认真听我说 假设两小时后丧尸大爆发 我们只有这么短时间准备物资 现在你跟我必须分头行动 疯狂扫货 许墨的眸光闪了闪 我知道他一定对我精神状态充满疑问 但我之所以爱许墨 也是因为他是那个 即使我突发奇想 也会陪着我疯的男人 微微 你的思路不对 这个小区人口密度这么大 如果丧尸爆发 你囤货在家 又能指望你家门能坚持多久 我们现在花20分钟去实验室 那里的设施比较安全 许墨认真的说 我听到实验室三个字 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人人都说许墨研究生还末毕业 就进了顶尖的医学实验室 令人羡慕 但是我已经知道 那里的高层多么冷血了 我们绝对不能去实验室 不过你说的对 我现在就收拾行李 马上转移 我拿出一个行李箱 三分钟打包了一些衣物 那就去我的宿舍吧 现在暑假几乎没有人 人少危险就少 而且我们楼有宿舍被盗之后 为了学生安全 索性加固成防爆门了 我点点头 那我们也得赶紧去扫货屯吃的 许墨拿过我的行李箱 敲了一下我的头 末日小说看多了 你点外卖啊 两小时来得及 不然就你跟我能搬多少东西 我们应该去买更重要的东西 我顿时觉得 我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 我拉着许墨跑上车 让他当司机 然后我打开某团 先来各种味道的泡面的石箱 压缩饼干也是必备 大米面粉的100斤 各种肉罐头 香肠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许墨没想到 我真的疯狂下单 欲言又止 想了想只嘱咐我 多买点巧克力 你爱吃 我下单的手炖了一秒 想起上一世许墨用喜欢来的巧克力 眼泪差点又流出来 声音闷闷地回答 我以后都不想吃巧克力了 许墨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又故意打破了 我有点忧伤气氛 还有洗漱用品 如果丧失来袭 我也不想没被咬死 而是你熏死 我冲他翻了的白眼 然后下单香皂 肥皂 牙膏 牙刷 但没有下单很多 基本每种20个左右 没必要把有限的空间用在这里 食物和水更加重要 然后我开始对着药品下单 胃药 退烧药 消炎药 抗生素 窗口贴等等一系列治疗各种病的药 也被我扫荡一空 疫情之下 买这些药会被弹窗监管 但我从今天起就决定足不出户了 也算是变相配合策略 我点了上万块的外卖 才终于有了一些安全感 我又让许墨跟几家水站分别下单 一共订了100桶水 要求一小时内送到 许墨有些发愁的 打完要求送水的电话 毕竟这么多物资无处存放 我却不担心 我已经打算 把许墨所有的无用家具都堆到门口 又能给屋子省出空间 又可以阻挡一下丧失 而且幸运的是 他隔壁同学暑假回家前 拜托他浇花 把钥匙给了他 所以那间屋子也被我无情征用了 对不起了同学 我全部物资都分不同的商家下单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疑问 在交集等待外卖小哥的过程中 许墨开车带着我在各种店面采购 买了100个卡式炉漆罐 和两个便携燃气灶 买所有我们能看到的充电宝 零零散散 差不多也有100多个 离谱的是许墨还买了七八根棒球棒 甚至淘来了一把斧子 而且他熟悉学校周边的地形和店面 七拐八拐的 还逃到了一块便携的太阳能板 虽然是二手货 但现在时间紧迫 已经不能追求太多 许墨表现出来的末日素养 瞬间就超越了我这个重生者 我默默吐槽自己是个垃圾 只能想到狗住和吃喝 忙碌间我们已经赶到许墨的宿舍楼 这里静悄悄好像一个人也没有了 看到许多外卖已经堆放在门口 我瞬间感觉安心了 这些物资足够我跟许墨狗住 但不知道这一时能不能见到他爸和我妈 一起共享物资 不论如何 我知道他爸我妈之后在飞机上 肯定接不了电话 只能再过几小时再联系 而且有了上一世的经验 我知道他们会紧急迫降 虽然条件艰苦 但好歹是能活下来 那其他人呢 我或许也该为他们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我立即编辑群发了这条微信 很抱歉 本人已经确诊 请由我接触过的各位 立刻囤积生活物资 在一个小时内返回家中自我隔离 而且本市已爆发大面积疫情 内部消息称全是静默 请通知亲友居家隔离 以防不测 谢谢 然后我的微信就一直震动得不停 我完全不看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能就多少人 但也算尽一点绵薄之力 随后 我不断地迎接外卖小哥 感谢他们的辛苦 并且给每个人都多一些钱 小哥们都很奇怪 我怎么囤这么多货 我只得告诉他们 疫情大爆发了 快回家吧 至少多买点物资 然后默默希望自己的话 多少能起到一点作用 这么多物资想要存放 就需要把许默的屋子堆成仓库 这可是个苦力活 但我拼命搬运 只把自己当男人用 把许默当狗用 许默从一开始的欲言又止 变得从善如流 一直默默地帮我搬东西 并且适时地提醒我 微微 你忘记了买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神经紧绷 近乎严肃地问他 卫生巾 许默似笑非笑 我 虽然无语 但许默说得对 而且丧尸对血腥味极其敏感 不想办法掩盖是不行的 之前许默牺牲自己 成为实验品 换来我生活在安全楼中 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事 现在开始显示出经验不足了 许默看出我一脸 追悔莫及的表情 玩味地指了指一旁 堆得很高的箱子 不过我替你下单了 考虑到血腥味 对丧失吸引力的问题 我还替你买了进阶版 我刚才只顾着帮忙搬货 都没留心 自己拿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对着箱子上 写着的成人纸尿裤 露出了无语凝夜的表情 虽然订了S码 但考虑到你买了这么多垃圾食品 可能会变成M或者Alma 我也替你多买了几个型号 许默贴心地补充了一句 我的无语程度 又上新高度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我真的会泄了 许默看了看手表 默默等了一分钟 直到距离我提出要求后的两小时 一分不差 薇薇 你现在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低着头 然后开口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能让你这样娇气的姑娘 变得不怕脏不怕累 许默知道我这个先低头再坦白的姿态 就是惯用的撒谎手段 好吧 我重生了 我无奈地说 从今天开始 丧尸病毒大爆发 你爸和我妈迫降在一个沿海森林里 我们断续地联系过几次 他们条件艰苦 但还算安全 至少比我们死得晚 我和你死在了半年后 你病死了 我被丧尸吃了 我严谨一概地说出这些话 许默沉默了 只是问 你已经躲了半年 为什么还是被吃掉了 我的眸光闪烁了一下 只回答 是我不小心 我不打算告诉许默实验室和安全楼的存在 实验楼在丧尸病毒爆发早期 就及时封闭 而且有大量的物资存货 所以只要对他们有利用价值 他们就愿意与人交易 价值越大就能交易越多 实验室用恶魔的交易 一点点地把人们敲碎吸血 我不想许默再走之前的路 他不能再次为了我 或者为了任何人 成为一个插满管子的实验品 许默感觉到我的隐瞒 但却没再多问 也许丧尸爆发这件事 还有我重生这件事 足够他消化一阵子了 我也默默看了一眼手机时间 许默 现在这城市已经开始沦陷了 但你在这什么都听不到 你能相信吗 许默露出惠莫如深的神情 反问我 你见过显示镜下的病毒入侵吗 那个世界迅速又无声 比丧尸爆发更令人恐惧 人们不感到害怕 只是因为还没看见 只是因为还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好像疫情 对 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 就觉得不够恐惧 没有真实感 但丧尸比什么都真实 到处都是血和残肢 许默 我只想狗 我不想打丧尸拯救世界 我只想我活着 你活着 我们爸妈也能活下来就最好了 我叹息一声 虽然重生了 我还是没有以一体百的主角光环 狗柱是我唯一的追求 我打开手机 几条标着热门的话题 出现在话题榜 各地经线恶性无差别商人事件 专家分析暴乱分子 罹患变种狂犬病 丧尸来袭 带你直击事故现场 我点开相关视频 只见一堆满脸鲜血 牙齿尖利的疯狂人群 扑向了一家烧烤店 满店的客人无意倖免 视频大概过了五分钟 那些被撕掉胳膊 或者捅破胸腹的人 重新亮枪站起来 跑出了监控之外 而失去了腿的人还在爬行 追求着嗜血的渴望 这不是人间 这是地狱 一双手遮在我眼前 许默沉闻有力的声音响起 微微 别害怕 我不害怕 我让自己冷静下来 其实上一世事发突然 是我不忍心 也不理解发生的事情 还想要开车门救人 才让许默陷入了危险中 我看着这个视频 再一次提醒自己 别再把这些生物当作同类 他 我和许默还在沉默 却听见宿舍楼下传来声响 我跑到窗边 不敢打开窗户看 只能费力地往下看 原来这声响 竟然是有两人一起坠楼了 尽管是暑期宿舍人少 也还是有人住 看来是有人被丧尸袭击了 先是有一个丧尸站起来跑了 另外一个似乎摔坏了脑子 没能再站起来 奇怪 你是说只站起来一个人 你不知道吗 丧尸没有脑子 就站不起来了 微微 丧尸病毒的传播方式是什么 咬人啊 我们刚才一直没有听到 任何丧尸进宿舍楼 就是说没有通过 最基本的咬人方式传播 所以刚才掉下去的两个人 很可能至少一个是自行发病 我僵硬地扭过看窗外的脖子 眼角抽了抽 你的意思是 这里是一个最原始的发病区 许默看了看我 似乎话到嘴边又犹豫了 半嗓 他又说 对 至少是发病区之一 最原始的污染源 许默好看的嘴 还是说出了这么无情的话 老天啊 怎么会有重生的人 比我还悲惨 人家重生顺风顺水 苟到最终胜利 我重生后 直接掉进了丧尸病区 保险起见 这个房间的水也不要用了 许默做出决定 万一是空气传播呢 那就看我们谁干到谁了 许默耸耸肩 学医的你好无情 我俩就是有这种大病 越是紧张的氛围 越要说些垃圾话 但我一点都不敢松懈 让许默不停地打电话给他爸 然后我把他刚才采购的隔音棉 贴在整个屋子里 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 我们的邻居 都是一些很强悍的丧尸了 看着紧张刺激的剧情 我是主角 但稍有不慎 就变成炮灰了 而且在丧尸片里 主角也很容易 在下一集变成炮灰 许默看着爬上爬下的我 皱起眉 薇薇 你性格变了好多 我感觉我在你眼里 柔弱不能自理 对 以后也这样 我负责保护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手上动作不停 直到我贴满了隔音棉 也看到了楼下 零散游荡的几个丧尸 许默打给他爸的电话 才接通 传来的却是我妈的声音 许默 你接到薇薇了吗 飞机迫降了 网上说是有丧尸 你们还好吗 妈 我是薇薇 薇薇 薇薇 妈妈好啪啪 我妈有点甜糯 却很自然的声音传来 我一瞬间无语注 是了 我妈是个中年少女 无论在何种场景下 都能保持娇弱和仪表 并且凭借她过人的美貌 屡试不爽 可惜她的特点 就是无脑追爱 妈 你听我说 丧尸爆发了 但你别怕 一切都听你身边那个 看起来会健身的老帅哥的话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你爱上了他 但你也别不管许默他爸 丧尸要人命 单身狗有风险 这些都是上一世 我妈告诉我的事情 她在末日之下 跟健身老帅哥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而许默他爸这种 文质彬彬老帅哥 在末世就没什么优势了 我深知 我妈建立四千的个性 不得不嘱咐她 别一个不慎 让许默他爸落单 嗨嗨 大人的是 小孩别管 威威 你跟许默现在要住在一起 我妈敏锐的发现了华点 妈 其实我们早就是情侣了 预计今后会同聚一段时间 许默怕他爸伤心 一直没告诉你们 你们一边末世大逃杀 一边消化这是吧 对了 妈 你要顾及我未来公共的心情 分开一定要体验 许默来不及阻拦 我就把实情全盘拖出 妈 你们一定要听老帅哥的话 手机的信号减弱 我提高了声音 告诉我妈和他爸保命的秘诀 而我妈不负所望 用他的逻辑理解了一下 微微你放心 爱情最大 妈妈支持你和许默 你别担心妈妈 你们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 果然我妈一声恋爱恼 谈到爱情什么都能理解 然后我把手机递给许默 他倒是很冷静的 跟他爸说明了情况 父子俩都显得有一点尴尬 最后还是迫于信号不好挂了电话 我看见许默眉间有一次郁郁 想来我一冲动 把我俩的事情交代了 他担心他爸 对不起啊 是我鲁莽了 但他们跟着老帅哥应该没事的 我自知有错 底气也不足 我想过很多场景 怎么才能把我们的事告诉我爸 但没想到是这个情景 果然到了丧失末日 这些事也不再重要了 许默无奈笑了笑 也没再纠结 总之他们能活下来就好 我爸他们会尽可能返回这个城市 与我们会合 毕竟我们这里物资相对充足 也好 如果他们能回来 我们再讨论其他避难所 对了 你可以稍微放心 那个老帅哥活得比我们久 而且上一时我妈说 他们好几次遇险 也多亏有他 应该可以信任 我补充道 许默顺着窗户 看到几个丧失往同一个方向奔跑 似乎是发现了活人 他的手微微握紧 却对我说 这一次你也会活得很久 我点点头 我们都要活得很久 我会保护好你 没过多久 楼下传来一声惨叫 接下来是连绵不绝的惨叫 丧失们找到食物 我的身体微不可查地颤抖了一下 果然尽管经历过 还是会恐惧 许默握住了我的手 可他的手也是一片冰凉 我们两个人平住呼吸 直到那个惨叫再也无力响起 很快那些丧失再次开始游荡 寻找新的猎物 我俩的手机屏幕 弹出一条短信提醒 各位市民 请不要慌乱 就近找到安全的地点藏身 救援行动已经开始 请相信官方 但我知道 许多人已经等不到救援了 而救援也必会带来更加惨痛 第1 开始了 我吐出一口浊气 其实比起上一次我的情况好了不少 物资充足 许默健康 接下来只要稳稳地苟住就好 但我万万没想到 即使我费尽心力 也无法阻拦命运的齿轮碾碎我 守着这么多物资 我迎来了不速之客 第30 我和许默生活的勉强算是依然自得 除了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之外 也没什么不识 丧失爆发之后 第7天电力系统彻底瘫痪 我才发现没买蜡烛 但夜里点的蜡烛 也不知道会不会吸引丧失 所幸我俩就过上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熬夜 我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平静地过去 直到我们等来救援 可比救援来得更快的是噩耗 董心来之前 我正在缩粉 我见到他的时候 只想把这一碗不算热的粉扣在他头上 董心是许默的学姐 他们之前一起在实验室工作 他为了见到许默 牺牲了五个死士 所谓死士 就是家人 住在实验室设置的安全楼里的人 他们必须出来搜寻物资 或者是完成实验室的任务 为了保护家人 爱人 拼上性命 刚才我和许默听见外面的哀号 因为逐渐适应这种情况 也没有好事地往外看 只是放轻了呼吸 很让我真正崩溃的是 董心和他带来的死士 不顾声音对丧尸的吸引 开始帮我挡在走廊的家具 我顾不上放下碗 直接打开门 就看见了董心 而董心的眼睛都没有看向我 只是看着许默 他也没多计较 只是又说 许默 你是目前发现 唯一对病毒有抗体的人 只有通过对你的研究 才能解决丧尸的传染性 这是为了更多人的选择 我扑过去 一把推开它 想做圣母 你自己去做 别来害其他人的命 许默抱住了还在亮呛的我 我不敢回头看他的眼睛 我浑身颤抖 我知道他会做出什么选择 上一世许默 被丧尸咬伤之后右腿 根本没有被同化成丧尸 他发现这件事之后 选择去实验室配合研究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研制出疫苗 我苦心被隐瞒这件事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你们为什么知道我有抗体 许默的声音很冷 董心迟疑了几秒 回答 不瞒你说 丧尸病毒是我父亲董教授 亲眼看了你吃进去了 你还记得暑假前 我父亲请许多学生在食堂吃饭吗 那天之后 我父亲在大学各处留下了监控 观察发病周期 然后我们发现 你是唯一一个感染病毒 却没有丧失化的人 所以我才会冒着风险 来接你去实验室 董心皱着眉头 似乎有些焦急 董教授在大学食堂的饭菜里头多 趁着暑假学生回家 才会有这么多丧失暴乱 许默扶着我的手 微微颤抖 我也被震惊到无语 原以为这场灾难是天灾 却没想到全是人为 是的 不过你也不用纠结了 我父亲死在了丧失爆发里 现在是他的助手王名 在实验楼主事 我们会继承他的一帜 解决这个灾难 而且实验楼外围 已经设定了安全楼 你们跟我离开后 你女朋友也可以保证安全 许默 你现在没有选择 如果你不跟我走 我就在这自杀 我的血会引来外面的丧失 你们照样活不了 许默 你明不明白 我跟我父亲不一样 他想造成混乱 而我现在是要拯救全人类 这是多么崇高的责任 你一个人的牺牲 几个人的牺牲 算什么 只要最后是人 能记住我们的名字 记得是谁解决了灾难就好 董心似乎已经被洗脑了 是抱着必死的圣母心 当真拿出一把匕首 威胁我跟许默 而他身后的死事 也没有阻止 在董心越来越炙热的目光中 我的身体越来越冷 最后我说 让他死 别管他 一个圣母要做死 谁也拦不住 这时候我们都听到了 对声音吸引上来的丧失 我不想跟董心再多说 只是思考 我跟许默能消灭多少丧失 或许可以利用布条 床单从窗户离开这里 然后我却听到了许默的声音 我可以跟你们走 我如遭雷击 他的选择一如既往 就好像再劫难逃 许默 第一 威威还在生气 气我还没有把我们俩恋爱的事情告诉我吧 可就在昨天 我爸说这次旅行 要我带上威威 他想跟心爱之人直接求婚 表示诚意 他孤苦了半辈子 这算是他最冲动的一次 所以我没能开口说出 我跟威威的事 直到我来到威威门前 还没想好怎么哄他 他就突然不生气了 还说要玩一个游戏 假设有丧尸来袭 我几乎跟不上他的脑回路 可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要快哭出来了 我了解威威 他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我突然想到 丧尸世界大战的第十人原则 如果有九个人 根据相同的信息 得出相同的精确的结论 第十个人就一定不能同意 就要提出质疑 无论多么的不可思议 第十个人都要假想 其他九个人是错的 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此刻 威威说的话 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他有病 但我要做威威的第十人 因此我带着威威 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 同时我发现 眼前的女朋友 似乎有很多不一样 她之前很娇气 最不愿意做中火 也很挑嘴 菜做得不合心意 就索性不吃 爱吃巧克力 但不爱吃素食食品 每天都要吃新鲜的水果 但现在她搬运的物资 没有叫一声苦 而且看着城乡的方便面的她 眼睛里几乎冒绿光 端着泡面 就好像在吃人间美味 除了这些 她还多了一点要强 凡事亲力亲为 尽量护着我 就好像我随时会死去一半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尤其她说起重生归来的事 也许我们俩真的已经死过 后来如她所言 真的有丧事爆发了 我猜到这件事 与董教授一定脱不开关系 董教授在狂热的研究 能让人疯狂提升抵抗力的办法 他想一鸣惊人 赚个盆满钵满 彻底打败疫情 为此所做的实验也非常激进 在暑假前 最后一次见到董教授的时候 她已经枯瘦 却坚持要组织大家聚餐 她眼睛里迸发出一种狂热的光彩 她说 我已经找到了彻底摆脱病毒的办法 我很快就会名利双收 但我了解当时的实验进度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现在我看着楼下 可咬同类的人性生物 意识到董教授的话 有一半是真的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还会在乎其他病毒 同时我也意识到 在与董教授的接触中 我可能已经感染了丧失病毒 最初掉下楼的两个人中 有一个人参加过那次聚餐 我认出来了 但没有告诉威威 我看得出来 她已经很焦虑了 甚至已经改变了 以前爱管闲事 爱帮助人的性格 每次楼下传来惨叫 她就捂住耳朵一言不发 害怕多看一眼 就忍不住救人 许莫 我们苟住就行 威威总是这样说 其实是劝自己 我想我之前一定死得很惨 惨到威威不惜扭曲自己的性格 改变自己的习惯 如果她真是重生的主角 就一定能活下去吗 我不相信这么不科学的事情 在威威颠刺梦中惊醒后 我开始考虑 如果我真的已经感染了丧失病毒 那么我体内一定是有病毒抗性 但我不知道 抗性会不会随时间减弱 可能我会在某一天 真的吃了威威的脑花 我得想出一个办法 第25 好吧 我承认我有罪 我把威威灌醉了 但凡囤货里有一袋花生米 威威也不至于醉得这么厉害 像个八爪鱼一样盘在我身上 许莫 你知道 我当初对你一见钟情 军训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中了你 小白脸 必为我所用 哈哈哈哈 许莫 我记得我们决定在一起的时候 就在学校操场官宣的 所有人是不认识的同学都祝福我们 那时候还不用戴口罩 更不用躲着人 更不用担心 他们会不会随时随地变丧失 我好怀念那时候 还有我们下一夜去烧烤摊 一口冰可乐 一口羊肉串 虽然蚊子多了一点 人挤了一点 但这就是人间烟火器呀 许莫 你说 如果我明知道 这个灾难可能有解决办法 但我就是不说 我是不是会变成罪人 但是我舍不得呀 我不在乎这个世界 我只在乎你 微微说到最后 已经将我的后背哭湿了 做好人很难 可我们两个人 又没办法做坏人 微微哭着睡着了 我看着她的脸 做了决定 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 从家具中小心地翻出去 走到了监控面前 我想如果董教授 真的在大学下读 一定会很关注后续的情况 这个监控就是一个好手段 我平静地看着 闪着红光的监控 一个携带原始病毒 却没有丧失化的人 足够引起实验室的重视了 这附近没有比实验室 更适合研究疫苗的地方 乐观点想 我可以还给微微 一个她喜欢的世界 微观点想 至少我能知道 我体内抗体的情况 不至于突然抱起伤人 对三十 董欣真的来了 微微如同一个 户宰小兽一般 仇视董欣 但我还是让微微失望了 我决定跟董欣去实验室 不论董教授是否已死 都无法改变现在的局面 我可以跟你们走 但必须保证微微的安全 微微可以跟我 一同出入实验室 我提出了条件 我了解实验楼的原则 他们会竭尽所能 保护对他们有用的人 只要我能研制出疫苗 或者转移身上的抗体 微微就不会有事 果然 董欣点头同意了 许墨 你是要陪着这个圣母做死吗 微微绝望地质问 被董欣他们 一路吸引而来的丧尸们 再也不能等待 接连扑了过来 我拔出藏在家具里的棒球棒 第一次正面了丧尸 他们还依稀保持着人类的脸型 但牙齿已经进化得无比尖利 饥饿感促使他奋不顾身 我带着微微且打且退 董欣放下手中威胁我们的刀 已经镇定自若 他身旁的所谓死事颤抖着手 却还是不得不为他卖命 越来越多的丧尸往这边聚集 董欣却笑了 跟我走吧 现在只有这一条活路 董欣根本没想过给我们选择 他故意引来了丧尸 断了我们的后路 我没猜到 实验室不惜用这么多人命 来迫使我回去 我握紧微微的手 带着他一起离开 去实验室 处微微视角 D180 疫苗被研制出来了 丧尸的危机终于有了希望 但我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许默要死了 还是在我生日的这一天 他用命换来了疫苗 只是这次他没有插满管子 只是孱弱的躺在病床上 他在实验室进行了很多研究 上一世之所以没有研制出疫苗 大概是因为许默被咬了 身上的抗体 受到了在人体内变异之后的病毒袭击 改变了性状 而这一次 许默没有被咬 他用自己试药 终于还是研制出了疫苗 人体可以抵抗丧失病毒的入侵 虽然不能治愈 但这已经可以提供安全保障了 幸而在他彻底卧床不能起身之前 我们终于见到了我妈和他爸 他们和老帅哥陈破军一起赶到市里 取到了我和许默存在大学宿舍里的物资 我们也在实验室人员的监控下 匆匆的见了一面 原来老帅哥陈破军之所以求生技能那么强 是因为他是为国家效力的人 似乎也接受了事实 比起情商 他更关心看起来很不健康的许默 可实验室没有给我们太多时间 我给爸妈拿了一些物资 甚至拿出来一个我亲手制作的蛋糕 庆祝我妈和老帅哥的爱情 陈叔叔 你一定要好好品尝这个蛋糕 末日之下 这个蛋糕也值得许多人用命换 我盯着那个蛋糕 用目光沉沉的看着陈破军 一旁监视我们的董心仲美 楚薇薇 你报备的物资里没有这个蛋糕 我对着他不屑的一笑 按照实验室的原则 现在我跟许默的级别高过你 出入仓库的权限也是自由的 为什么我要跟你报备 与其你在这纠结我私自挪用了蛋糕 还不如多做点研究 抓紧冲刺疫苗研究的最后几段 董心走过来 似乎想检查蛋糕 陈破军却对着他亮出了武器 这是薇薇对我们的祝福 我要是任人欺负 根本无法回到这个城市 小姑娘 我希望你看清形势 为了避免实验室的控制 我和许默特意约在大学 与爸妈见面 不在实验室内 董心的势力 也不敢弄出太大声响 引来丧尸 哼 你们也不用这么得意 许默现在的身体状态 只有实验室能给他保命 董心吃笑了一声 我扶着许默 神情冷峻 许默计较地看了董心一眼 他不敢过于得罪我们 只得兴兴地站到一边 许默的爸爸当即表示 要跟我们一起回实验室 可许默拒绝了 实验室不养闲人 他带着我 处境已经危机四伏 当天回来 许默的状态已经很不好 但主持人王明 依然强迫他 继续对疫苗的研究 直到我生日的那一天 许默已经无力研究 生日快了 董心 董心 道歉我可能要死了 他说 我的眼泪喷涌而出 我重生一次 还是无法改变 许默死去的命运 每一次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许默 你很高尚 但我不愿意 我舍不得 我颤抖着对他说 董心 这不是高尚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 或许我们也早晚 要被丧失吃掉 而我只是想 喊给你自由的世界 像个男人那样 只是顺便 顺便帮助了别人 可他们还会发现其他人 其他像你一样 有抗体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牺牲的人会是你 我知道这是家国大义 可还是忍不住 愿对这种命运 董心 董心 如果没有我 也不会再有其他人 许默轻抚着我的头顶 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疫苗 藏在了蛋糕里 对 只有交给陈破军这样的人 我才放心 实验室的人都不可信 我点点头 其实疫苗早在十天前 就已经研制出来 许默把唯一一支成品交给我 希望他死去之后 我还有东西可以依仗 但我把疫苗交给了陈破军 那天他的态度也表示 明白了我的托付 我相信他会把疫苗用作正途 而不是换取名利 许默笑了笑 我用疫苗的半成品 换来董心的帮助 董心一心只想成为 拯救世人的英雄 只想出名 董教授想要钱 董心想要名 他们不愧是一家人 不过反而变得很容易利用 我死之后 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的死讯 直接找到董心 把这款疫苗交给他 我与他说好 让他协助你秘密离开实验室 去找你妈妈 嗨嗨 许默已经很虚弱了 全是靠着不放心 我的一种执念 苦苦支撑 我哭得不能自已 却还是不想许默死 都放心不下我 只得点头 许默努力地展开手心 里面是一块我爱吃的巧克力 他笑着嘱咐我 微微 别因为我的死 放弃之前的爱着的东西 你替我去自由地呼吸 去自由地旅行 去看看丧失灾难 结束后的世界吧 许默 你放心吧 我看得出来 他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病毒 和副作用折磨的力竭 我不想再恋恋不舍 延长他的痛苦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停止了呼吸 许默 再一次离开了我 我擦干了眼泪 握着许默给我的巧克力 和疫苗的半成品 找到了董心 我不离开实验室 我要你在核心区的全线密码 我对董心说 董心微微挑眉 你要全线码做什么 许默死了 我总得活着 我想去核心区取物资 然后再想办法出去 不然两手空空 我妈和他的新欢 也会嫌弃我 我编着瞎话 董心嘲讽地看着我 随你 反正我拿了疫苗 就会离开着 我要比任何人都早地宣布 疫苗研制成功 但许默的疫苗 只能交换一个条件 你确定要全线码 你拿了东西 根本无法离开实验室 这是我的事 我自有办法 你把全线码给我就好 我面无表情 却在心里忍不住嘲讽白心 他怎么会成为 最早宣布疫苗问世的人 疫苗成品 早就离开实验室了 好吧 你们总说我爱功名 原来许默一死 你更物质 董心给了我一串密码 觉得我傻透了 董心 现在你拿到了疫苗 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你这么想出名 甚至不惜牺牲别人 我捏着疫苗 忍不住问问他 只有我足够出名 我爸才会看得到我 你别看他已经死了 但我相信 他在天之灵会知道的 之前自从许默进了实验室 我爸只觉得他是天纵奇才 都不想看我一眼 可现在天才死了 留下的人只有我 世人知道的就是主 只有我 不是许默 也不是我爸 董心笑得很痛快 上一世我只以为他是圣母 但他也不过是心中有执念 董心美滋滋的 拿走了疫苗的半成品 我轻轻叹息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牺牲别人都不应该 我带着董心给的密码 去实验室是的真假 董心拿到疫苗 无心其他 难得的遵守了约定 可他不知道 他这样做 正是帮我复仇 帮我一起谋害他的父亲 董教授 D180 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 董教授死去的事情 因为在上一世 对许默的研究实验 是董教授主导 这样的祸害 怎么会随便就死了 只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他就是投毒害人的凶手 可这一次 我知道了 所以从进入实验室 我就一直在寻找 董教授的蛛丝马迹 一开始我毫无头绪 可随着许默的身体越来越差 实验室对我们的戒备 也越来越低 我终于发现了 董教授的藏身地点 之后想办法从实验室的仓库 拿到了窃听器 安装在屋里 原来董教授 一直在暗暗指导 驻守王明主事 他知道自己投毒这件事 只要稍微查查 就会被爆出来 所以干脆死顿 为了这件事的隐蔽性 他甚至没有把假死的事情 告诉自己的女儿 董教授一直等着 许默研制出疫苗 就把病毒和疫苗一起卖掉 然后远走他国 但许默的疫苗 迟迟不能完成 最后阶段的研究 他终于按捺不住 决定先把病毒卖出去 交易的日期 就是今天 有了许默和白鑫的权限 我能打开实验室 几乎全部的房间 但没办法打开 董教授的房间 我只能亲自去找他复仇 我特意挑选了 一身红色的拖尾长裙 这也许是末日前 哪位妖娄女郎 参加晚宴的服装 可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 我敲响了董教授的房门 见到了这位 发起灾难的凶手 他看起来 就像一位普通的老教授 只是眼神里透着痕力 一个这样的老人 却给这个国家 带了这样的灾难 我紧紧握紧手 指甲扎在肉中 克制住我自己 直接扑上去撕他的冲动 楚威威 你是怎么找到我 董教授很惊讶 却丝毫没有惧怕 毕竟在他心里 实验室已经是他的底盘 董教授 请跟我一起去核心区吧 许默已经研制出了疫苗 他正在实验室等你 疫苗的收益 我们也想分一杯羹 我实质笑了笑 显得跟他心照不宣 你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董教授惊疑地看着我 却又对疫苗很感兴趣 这不重要吧 重要的是 许默要给你演示疫苗的作用 我们先去看看 再谈分钱的事 董教授知道 许默的身体已经很不好 倒也不怕许默 而且疫苗的事 始终是整个实验室 最看重的大事 可以可以 钱的是好商量 只要疫苗真正见效 董教授笑得老蒙深算 我转过身 指引着董教授 奇怪 实验室怎么人这么少 董教授喃喃自语 许默让我通知一些人 先回安全楼 剩下的人都是教授的亲信 不过这样也挺好 疫苗的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笑了笑 董教授跟着我的脚步越来越慢 开始怀疑我 但他已经走进了研究核心区 楚薇薇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董教授一步也不愿意走了 董教授 你说的是血腥味吗 我转过头看着他 然后亲眼看着几个丧尸朝着扑上来 恶狠狠地从董教授脖子上撕掉一块肉 董教授大惊失色 立即发出一声哀号 接着惨叫从核心区各处传来 我用全线码打开了核心区丧尸实验体的门 然后关闭了实验室外出的大门 而且在去找董教授之前 我就在这红裙上沾满了我的血 只为了能准确地引来丧尸 在我放弃让董心把我带出去的最后机会 决定找董教授寻仇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无法活着离开实验室了 这里已经长久被董教授控制 我一个人逃不出去的 许莫一死 董教授一定还是会把我送给丧尸当食物 我倒不如拼着一条命替许莫报仇血恨 还能顺便阻止董教授的交易 这多划算啊 我看着董教授的血见了一地 这一次竟然一点也不害怕了 我把许莫送给我的巧克力含在嘴里 等着丧尸向我扑来 唉 我真不想做个英雄 做英雄太疼了 重生一世 我没能改变许莫和我的死亡 甚至连死法也都一模一样 一开始我以为我自己是天选之子 现在我终于明白 我的重生是为了保住许莫不备养 是为了让她给这个世界带来治愈的希望 原来命运也是一个圣母 她不悲悯任何一个人 她悲悯的是人类 十年后 纪念馆中 老师这个许莫和楚薇薇 就是研制出丧失疫苗的人吗 一个孩子指着纪念碑问 是的 他们是英雄 也是一对恋人 女老师温柔地回答 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名字刻成纪念碑 孩子不解地问 这是为了提醒人们 珍惜现在的时光 珍惜能够跟家人拥抱的时间 珍惜能够和小朋友牵手的机会 珍惜能够自由地见面 自由地欢笑的权利 当我们学会珍惜这一切的时候 或许这些英雄会感到欣慰吧 那英雄是天生的吗 孩子的手轻轻拂过石碑 感受着封尘多年的重量 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 但如果问我 我会说英雄都是后天的吧 女老师抬起头 看着纪念馆中一个个的石碑 却没有一个声音能给他准确地回答 此时此刻 只有好看的晚霞 默默陪着繁华热闹的人间烟火 晚安